现在时间2月7号 我们对于今天市场做一个收品 我们看今天整体市场走出一个 小幅高开之后的横盘震荡的格局 节奏板上涨上涨0.29% 深层值上涨0.12% 串板值下跌0.24% 对于后市场情怎么来看 今天指数表现的是波澜不清 在连续三连因之后 市场并没有选择放量突破 也没有选择继续的一个下行 我们看到今天是一个 缩量震荡的格局 在前期跌往居前的银行证券 保险酿酒板块 今天是一个小幅的上涨 但是另外一头 我们看到像宁组合也好 包括毛指数也好 没有形成大幅的上涨 两市加在一起 却超过3000家个股市反弹的 说明什么 今天是一个平衡市 当然在这个平衡市里面燃爆的 或者说涨疯了的板块是什么 就是拆的JPT概念 这个概念在最近连续形成一个 大幅的上涨 以及我们看到今天从消息面上 很多的平台 包括大厂已经开始纷纷的入住了 其实从去年开始 整体这个概念逐渐的进入到我们中国 那么近期才开始发酵 好了发酵之后 我们看到伴随着渗透率的提升 以及伴随着我们看到 整体市场对于它的预期 所以说炒了就是新的一轮科技的进步也好 或者是科技周期的开启也好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是有的 其实使我想起了就是1998年和1999年 那个时候就是互联网整体炒作是比较厉害的 诞生互联网之后 那么想象空间预期值也是非常高的 那时候炒作的就是预期 也就是带来互联网的红利到底是什么 也就是炒作的就是这个 其实每一轮的行情也好 或者是科技的进步也好 往往是什么会带来两个方向 首先就是新技术 就Chad GPT是不是新技术 是新技术 这是其一 其二也就是新的商业动向 或者是新的商机 所以说这两项都存在的话 那么整体它的炒作逻辑会有一轮 但是从另外一头 我现在想目前巴菲特他会不会来进入这个Chad GPT 我认为可能性不大 我再想一下 因为近期很多人都在讲这个Chad GPT概念 以及很多人可能已经做了这个相应的概念性的个股 但是我们所说的市场本身有一种博傻的理论 也就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聪明的 后面一定是由傻子来接盘 那到底谁来接盘 谁也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说对于我们头对而言 我认为就是且行且珍惜 对于这种概念性的一个炒作 我们在昨天也强调过 我个人认为这种概念性炒作 基本上也就是两周左右的这个时间 然后炒作就结束了 所以说下周会不会形成一个高峰 因为现在刚刚入住 对吧 中国的首批拆的GPP 这些名单 那么到底是哪家 花落谁家 谁也不知道 所以说目前而言 只是纯的炒作它的预期 那么对于投资者而言 其实我们都知道 就是买入资产也好 或者是购买资产也好 和企业和这个行业是共同发展 是有一个可预期的价值 对吧 巴尔特曾经讲过一句很重的话 他在低于价值的价格买入 高于价值的价格卖出 对吧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价值性投资者 而他的老师格利厄姆 对吧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是什么短期而言 股票是投票期 对吧 那么长期而言 股票就是称重机 那么目前这个概念 就是ChadGPT 它到底它的价值 怎么来判断 一定要仔细听一下 它的价值怎么判断 这个其实是我现在来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说有的时候行业 我们可能不懂 对吧 你比如说它未来能够产生多少预期 只能是我们看到相关性的一些言报 只能是想象 而不能说像新能源车 对吧 或者说这个家公司整体的主营 就是靠这个来发展 然后未来的增速是多少 它无法来衡量 所以说目前只是纯炒概念 我认为巴菲特他可能不会参与 我再次强调一下 所以说对于我们投资者而言 如果说往往炒一些概念性的 追逐一些热点的 那好 你要设立好止盈 包括也设立好止损 往往在短期而言 刚才我们讲到 格里克我们讲到是什么 是一个投票期 他投入了什么 投入了热情也好 投入了他未来想象空间也好 那么到底他的价值衡量 他未来的利用率也好等等的 其实历史就是这么重演的 那时候互联网的泡沫的形成 就是在于什么 整体的估值已经是不能够承担 它的股价了 而我现在看到很多的一些 相应的炒作这些概念的 适应率已经达到了很多倍 几十倍的适应率了 所以说怎么可能一直延续下去炒作呢 我认为这个并不会可能 这是对于这个板块的一个点评吧 同时对于指数而言 我们在近期前大国 首先从时间上 2月8号 明天就2月8号 我们要警定一下下午 这是奇异 前二来讲 我怕3170点 对不对 我认为会回补缺口 明天没有到 以及时间窗口本身有振负一天 我们其实也要观察一下2月9号 所以市场在这种不确定的因素 如果说短线进场 你进什么板块 这个其实也是我思考的问题 你如果说追拆的GPT 追这个AIGC这种概念 可能风险是比较大的 对吧 当然我们记得也讲到过 2月份 我认为整体是什么 是一个向上突破3310点 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所以说从时间上吧 我们就等待明天 尤其是明天下午 我们看一下市场 有没有形成一个很明确的 止跌也好 或者说单真探跌也好 这样一个很明确的信号吧